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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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两方相向而行 通过对话和认阅彼此关键 王文涛和西班牙多名官员会晤 关心的欧盟对中国电动计则 调查便利两国人员 产品市场准入等意 交换意见 王文涛表示中方愿同西方 推平推动双向投资 自由对中国电动汽车实施反应 是典型的保护主义 产能过剩 过剩的不是产能 有曲 扭曲的不是市场 而是心态 交据中方相向而行 通过对话和认阅彼此关切 王文涛当时 共同会见西班牙工商界代表 指出中国政府致力于打造 国际化 一流营商环境 企业公平竞争 合作发展 中国电力了外资企业圆桌会议 听取外资企业反映困难问题 并会同相关部门和地方 解决 另外 王文涛会见 产业和旅游大臣埃雷乌 加强产业合作等议题 王文涛表示 希望西方 公平 非歧视 可预期的发展 埃雷乌表示 欧中要加强对话 令中中扩大合作 实现共赢 中国电动汽车等领域企业 凤凰卫视综合报 由于欧盟是中国最大的汽车海外市场 所以欧盟建议 一定将是事关重大的 显示中国五月份的汽车 销量继续非常的强 及其的股价 比如说华尔街日报 在五月份中国的电动汽车 股价跃升 先公布五月份的销量创纪录 在竞争争夺市场的时候 他们认为 月升销量创纪录都会 在股价的憧憬 去年底 有最大电动汽车制造 港股的股价新期一 新期二股价也是在轻微的涨幅 销量连续第三个月超过了 30万 中国市场的领先地位 而来自 网站《一车榜》公布 今年4月 畅销汽车品牌排名 进入前五位 比亚迪在4月份 11.27万辆的销量 中求销量第四名 在榜单 还有奇瑞 长安 吉利汽车 的身影 分析说 中国新的 出海仍然保持强劲势头 技术链条 还有出色的品牌 新能源汽车 正在逐步打开海 我们也看到了 未来汽车吉利汽车 长的 而又来自于中国汽车 汽车市场研究分会的密室 中数 在个人的工作 今年前四个月 中国在 汽车市场所占份额 达到百分之 是强劲的实力和增长的 分析认为 中国汽车 现在成了 因为继去年 中国荣登全球最大 出口国 今年国产 外市场 逐步站稳脚跟 过程当中 中资的新能源 是功不可 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 国的时候 日本最重要的这些车企 在内的武将 发现了数据的违规 数据的违规 那么这个事情呢 使得日本 近期二开始进入这些车企 到了丰田的总部 日本车企的安全测 扩大 所谓的安全测试 造假测试资料 取得国家 国土交通厅 在新旗 本田 万世德 山叶发动机 还有本田 陵木 共五间 车企车辆性能使得 违规 这五间企业的办事处 日本国土交通厅 就近 在爱泽县丰田市的 总地调查 国土交通厅 应该会对本田 万世德 山叶 实地调查 官方微博发布消息 一汽丰田 广汽丰田 跟 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车型 跟 关 而这一次五家 日本 行为相关的测试 提交到 这样的问题 日本内阁官方 说 日本侧企的舞弊行为 汽车产业信誉 对此 丰田旗下大发汽车 丰田自动 23年底 曝出安全测试违规 政府要求85家企业调查 国土交通省三日公布 确认五 違规 其中丰田在 其中 提交虚假数据 还不少 造假行为 涉及两款 和一款亚利士车型 丰田的责任者 丰田、本田、马自达 同日分别 旧事件道歉 丰田章南 在记者会上表示 原产停售三款设计造假 马自达社长毛龙盛宏 在此 对辜负了大家的信任 并会全力以赴采取措施 此发生 本田汽车社 也承认 公司自2009年以后 高音测试 发动机测试等 行为 但强调 汽车局 用户无需担忧 国交组续 对相关企业进行调查 正处分 另外根据 企博称 丰田中国同日 至今确认 一汽丰田 在中国市场销售 与本次施警无关 相关 中国法律法规 在中国管理 到下完成 不存在安全和平衡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汽车是日本所设计的 原本是还算有 但是呢 连丰田都出现了 有分析认为 这显示了日本 治理跟不上变革 这五家车企 相当 车型被发现存在 违规行动 交通丁 尤士已经发出指示 丰田 马自达 亚马哈发动机 六款车型 在确认安全 调准之前 停止出货 包括车型在内 五家车企的 违规规模 500万辆 日本的认证 意思是在量产之前 要审查 环保性的相关标准 进行刑事认证 那么 厂商内部 确认是否符合 交每辆车的数据 接受国家检查 违规问题 扩大到了日本国内 所设计的厂商 汽车是日本 两成的支柱产业 那么一批 在全球扩大业务的日本 发生后 各让人们 发生一个品质 令人信心动摇 丰田也陷入违规 日经 中山纯史说 这显示了 日本企业 没能跟上变革 五家日本企业违规 而丰田 业的象征 跟近来丰田旗下的企业 发生的连串丑闻相比 总部违规 规模 是发生在总部 这个带来的冲击 那么日本的汽车产业 不只是跟欧洲 争争 同时中国的汽车 越来越激烈 日本汽车的领头羊 也是 中国车企 学习的榜样 丰田都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广泛都会影响 经济 继续是日经新闻的报道 汽车工业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 停止生产和出货 有可能成为 当中的日本经济的沉重 日本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 产业的制造品出货额 整体的两成 研发费用 接近三成 都至于制造 公关产业在内 从业人员超过了550万 那么到这个5月 日本8家汽车制造性能 供应链企业总是有5万多家 总交易额推算是42万亿日元左右 所以焦点在今后的行政处罚 会有多么严重 金融时报还有篇文章谈到了 从东芝看日本电磁产业的变迁 说去年东芝公司退市 东芝的崛起跟衰落 是日本制造行业的崛起和衰弱的缩影 也是日本传统电子行业和日式经营的缩影 以前的消息现在马上联系的是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 Andy 你好 在我们关注日本经济 日本的竞争力的时候 以前你曾经这么说过 说不管是汽车业或者是电子业 都是日本非常少数 还保有竞争力了 现在连日本的汽车业图 出现了数据造假的问题 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日本到底怎么了呢 就是日本的话 就是汽车市场的话 消费能力的话是在下降的 它现在主要的那个卖的车的话 是所谓的轻型的车 K车都是价格比较低的 所以要达到现在的安全标准的话 它要付出的相对成本的话 就会比较高 现在我觉得是日本的企业 都是出于比较困难的情况 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要去欺骗 然后保持价格比较低 一切都是因为成本的关系 那么现在呢 发现这个数据造假之后 它影响的链条可能就非常大了 所以有分析认为可能日本的GDP 也会受这个事件呢 会受到广泛的影响 你认为影响会有多大 在GDP的总值方面 日本的工业 去年萎缩了2个百分点 今年的话第一季度工业 跟年化跟去年第四季度相比 是萎缩了5.6个百分点 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跟汽车行业有关的 汽车行业出现了动乱 就是他们现在必须要去应对 现在这样的危机 最终的就是 最终的他们的办法 可能是要增加成本的 增加成本就意味着市场会萎缩了 所以从总体来说的话 对日本的经济是非常负面的 对日本来说 现在本来有一个不错的消息 那是日本的汇率贬值 都这么说 汇率贬值有助于出口 所以日本的汇率 现在在155上下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好像是有助于出口 但是好像也不见得有这个数据 真正的有利 另外就是对日本国内的通胀 带来的负面的影响 那么日本政府承认在早前 有进场去干预 使得日本汇率从160对1美元 回升到了155左右 你怎么看这样的干预 到底接下来有没有效 能够挺住日元的汇价 日元会不会贬值 日本需不需要维持这种贬值的状态 现在日本对日元的话 它主要是靠央行那个托试 就是每个月的话都花好多钱 但是日本的问题是在于 它的整体的工业的竞争力的话 在下滑 一方面跟中国工业的话 就是竞争力上升有关 另外一方面是 日本对数字化时代的话 它那个适应情况 它适应能力比较差 它核心问题是它现在是软件工程师的话 非常缺乏 所以它的工业就一直是 没有不能朝前走 就是还是维持着 像过去80年代90年代 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 这样的状况 所以它能够有进争力的工业 越来越少 是它是因为这个蛋糕就变小 所以为什么出现了那个 那个汇率的就是贬值 我觉得这个是大的趋势的话 不会变的 如果日本就是没有什么创新 这我也不觉得不太可能 日元到200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日元有可能到200的水平 是的 是的 这是大家过去一年前都觉得不可思议 觉得是我也聪听 日元一滴它出口会增加 但其实这个他们面临的 日本面临的是世界市场的话 在变化 有新的 有新的人来就是跟你竞争 所以这个 你的汇率的贬值是反映了 你的现在的能力的下降 并不是说你贬值了 就能够卖更多的东西 谢谢谢国中先生 为我们所做的分析 下期后来继续关注其他消息 我们到时候见 欢迎回到京市财经 日元兑美元会不会跌到200 这样的价位 之前大家觉得很难想象 但是上一节 我们在跟独立经济学家谢国中联系的时候 还认为这不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而日本央行在星期二承认 他们之前确实是已经进场干预过了 这是日本的财务大臣 财务大臣林木军一表示 日本政府在一个多月前 对外汇市场进行的干预 他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效果 这是日本当局第一次承认干预行动 日元是在4月19日出现了30多年来 第一次跌破160元的关口 触发了大反弹 其后反弹到了154.54 随后我们看到这段时间 是回到了155 156 日本财务省之前公布 4月26到5月29日干预外汇市场的数据 动用了破纪录的9.79万亿日元 日本财务大臣林木军一表示 这样的一个干预产生了一定影响 但表明行动是针对投机行为 又说会采取一切措施 应对汇率无序波动 路透社报道 今年的长期经济政策财路线图当中 日本政府会对日元疲软 可能给家庭带来的痛苦发出警告 说经济虽然温和复苏 但消费停滞薪资上涨不足以抵制 抵消物价上涨 影响家庭购买力 政府会呼吁日本央行可持续 稳定的实现2%的通胀目标 但需要同时确认积极的薪资和通胀循环 日均平均指数在今年的3月份 第一次突破了4万点 那么在星期二跌到了38,837点 今天的跌幅是轻微下跌85点左右 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要求各个中央级的企业 不可以新设或者是新参股 各类的金融机构当中 还有个要求就是要将ESG的工作 纳入到平常的工作统筹管理当中 国务院国资委在星期一召开 扩大会议 敦促从严控制增量 各中央企业原则上不得新设 收购新参股各类金融机构 对服务主业实体效果较小 风险外溢性较大的金融机构 原则上不予参股和增值 做好风险防控 对因为违规或失职造成重大风险损失的 进行追责问责 对涉及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及时移送相关纪检监察机关查处 会议也说要助中央企业要助力中部地区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要更好发挥国聘招聘平台作用 助力稳住高校毕业生就业基本盘 同时他们也要求要把ESG的工作 纳入社会责任工作统筹管理 积极把握应对ESG的发展 带来的规律和挑战 推动控股上市公司 围绕ESG议题高标准落实 环境管理要求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健全完善公司的治理 加强高水平ESG信息披露 在股市汇市表现方面 A股港股上涨 人民费价是在7.24的水平 也是轻微的上涨 河山股市在星期二集体反弹 三大股只低开高走 中字头板块活跃 上证增值收盘 3091点升12点 升成值9469点升98点 超级板指数升1.33% 港股低开高走最多上升137点 受制于18500点水平 中厂18444点上升41点 升幅0.22% 国企指数升0.34% 科技股指数3796点升0.34% 主板成交11162亿港元 香港第一间以上市规则 第18C章上市的特专科技公司 金泰科技星期二开始招股 每首1000股入场费6000多港元 可能最多集资11.3亿港元 之前传出的有15亿 所以现在大概会低于传出的 这个集资额 那么在这时候高盛继续靠中资股 如果说股市稍微回调的话 是买入的良机 主要是因为亚太区企业盈利增长 仍然可以达到15%左右 而且估值仍然合理 所以将MSCR亚太区指数12个月的目标价 从580点调高到615点 估值也分合调升到13倍 中国隔10个月之后再次增发QDII的额度 分析认为这次QDII额度的发放 有利于拓宽境内大众的投资渠道 外管局数字显示 到5月底累计批准的QDII额度是1677.89亿美元 比4月底增加了22.7亿元 香港正在重塑浩克之都的形象 这个浩克之都设计的范围不是只有一点 或点对点而运航广 包括从计程车 司机的服务 餐饮的服务的水平提升 如果说真的有比如说烂收车子的 那么就要处罚 如果说有表现不错的会给奖赏 我们就来看一下主要是因为 有越来越多的游客 越来多跟内籍的联系 这样的来往更加的密切和便利 因为从这月15号开始 金港和护港的直通车 会升级到高铁动卧列车 从北京上海到香港的全程旅行时间 分别由24个小时多 19个小时多 缩减到12个小时34分钟 11个小时44分钟 那么金港护港之间实现夜发招致 香港跟内地人员往来会更加便利 车票会在6月5号起开始销售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新列车安排便利 将能够满足香港市民和旅客的实际需求 新的俄铺列车班次有四大特点 第一是品质升级 提供全新的体验 由原本的普通速度列车 变为高速的高铁列车 列车的座位数目会大幅增加至600个 设施更新更加先进 行车的时间缩短约一半 另外这些都是夜发招致的列车 即是晚上出发早上到达 旅客能够在列车上面过夜 睡醒起床就到达目的地 李家超又表示 新安排的列车会改为一地两检 缩短通关的时间 他也表示呢 要把握跨境交通的机遇 呼吁各界共推好客之道 香港的好客之道怎么做 刚刚我们说了 对于很多的旅客到香港来说 不熟悉当地的交通 当然就非常依赖计程车 如果说在内地坐过网约车的话 会发现内地网约车实在太方便了 你要呼叫你要等待其实都方便 而且等头时间也很短 那么在香港来说呢 现在大概比较普遍的 就是传统的计程车 网约车在香港还不是合法的轿车 对于这个问题 目前特区政府正在研究 很快就会公布有关的措施出来 行政党官李家超早上在会见 传媒的时候被问到了网约车 被称为白牌车的问题 他说政府不止一次说过 针对网约车正在研究不同法律 研究整体市民对于点对点车辆的需求 政府会在7月中向立法会汇报 对于规管网约车的措施可能就会出台 有媒体民调比如说计程车司机 一个人就表示必须要规管 当时呢其实你现在规管 不管是传统的计程车或者是网约车 都面对了将来可能对后无人驾驶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好代可之道 而Uber的司机就说必须要放开 但是在放开的时候他们也面对 可能在平台收费抽拥比较多的问题 有平台网约车的司机说平台可能收取 每一张单子大概是一成到三成的交易额 那么有平台网约车的司机就表示 大概每一单会收15块钱 所以他们也面对可能很辛苦的工作 但是很多的收入 不说部分的收入被平台给带走了 所以有业界认为发牌规管网约车 引入竞争缔造共赢 集成说业界说可以限制数量 有学者说应该要循序渐进 对香港来说好客之都需要有好客之道 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